在這兒嗎 我就感覺有一點歐亨利式的結尾吧 我以為這次有什麼不同 就沒有想到又有那麼多合理的東西在裏邊 我不是特別懂他到底用這個名字 想說什麼 其實我就是一個需要我的時候 我就可能出現在哪的人 青州已過萬中山了呀 但是前面還有那麼多山呢 沒有鏡頭的 這一輩子都不可能會說 所有的事情都要給你解決完了的 解決不完的 像我們出道之前 公司也在那個期間特別的困難 很多人不認識我們 然後慢慢的一步一步的 大家很努力的 想讓更多的人知道我們這個團的存在 每一次的舞臺 每一次的節目 其實都像翻山一樣 因為那都是你全新的展現給大眾看的一個樣子 但是呢 還是我說的那一句 山是翻不完的 我只能祝大家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翻激滄海吧 也算吧 因為我也遇到很尷尬的問題 就是我的老師突然問我 你們的代表座是什麼 然後我在那卡了5分鐘 實在是想不出來我們的代表座 到底是哪一種 我說老師我們還要努力 對不起 確實挺平靜的 你說我們能開3萬人的演唱會 其實也說明了有很多人喜歡我們 也說我們可以值得去小小的自豪一下的東西吧 但是呢 這個作品吧 就是差異性 不只是我們的粉絲可以聽到 或者是這個年齡段可以聽到的 而是那種真正的能夠在各個年齡層都能夠去接受和喜歡的一首歌 之前或多或少會受一些現在網絡上特別火的一些歌的影響 導致了我們整個發歌的戰略上出現了一定的偏差 我覺得還是要去多做一些屬於我們自己的東西 而不是去往短視頻上面火的歌的那個樣子去靠 因為靠你永遠是滯後的 還是更多的要做一些我們自己情感上的輸出吧 每一次其實我們合作的都是很厲害的老師們 但是呢我們每一次就只合作一次 這個導致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每一次都在面對一個新的老師 其實我覺得我們可以嘗試一下去找到一個大多數人覺得還不錯的老師 讓我們嘗試一下多跟他合作幾首歌 看一下能不能碰撞出一些不一樣的火花 各種時間吧 練習的時間 合體的時間 這讓我就覺得還是一首代表做的事 時間不夠用 但是這是一個無解的問題 只能再多提高一點自己的效率吧 從6月7號開始 反正那段時間就真的就是感覺被時間拉扯吧 真的很陰謀那段時間 覺得不是吧 如果說只學了一年多的一個東西 就能夠超越搞了六七年的東西 那我覺得我在這方面確實也挺有天賦的 這東西吧你也沒法解釋 大家只願意去看自己想看到的東西 施鐵勝老師的那句話說的也特別好 使他人之一目如斬斬鬼火 大膽地去走你的夜路 覺得做自己就夠了 我喜歡每一天的我 過去是確實是值得懷念的 就是沒有辦法重來才是最好的 就讓那個美好的回憶留在過去 再來一次可能大家又覺得不一樣了 這個東西吧你要辯證的來看這個事 因為我對我現狀挺滿意的 我任何的想法 我的性格各個方面我都挺滿意的 但是這些滿意呢 都是通過之前經歷的各種各樣的事 來不斷地磨練和成長 它有好的有不好的 那這些事吧都是獨一無二的 也都是只有我經歷的 而且其實說實話 我們和別人的這個成長的軌跡 和成長的環境也是不一樣的 這是一個非常奇妙的體驗 每個人都會有吧 我覺得說沒有的都是假的 你在這個公司有哪一個瞬間是想離職的嗎 好多個身體 那不就對了嗎 但你現在不是還站在這裡嗎 可能有各種各樣的原因 但終歸你的身體還是站在這裡 就是每個人他都是有情緒的 大家可能會出現各種各樣的一些難處 你不可能要求每一個人 每天都是開開心心的 這很難 沒有吧 我覺得這是可以並行的吧 不能並行是我能力不夠 我不想去當一個說的多做的少的人 但是我也不是一個別人說什麼就是什麼的人 剛剛大一結束 還有很多東西要練 還有很多書要看 還有很多路要走 唱跳也是 不是就這個樣子就結束了 養成性 覺得是一種相互成長吧 粉絲和我們同時 對於我來說的話呢 一直陪著我的粉絲吧 不僅限於從最一開始 也可以是昨天 也可以是今天 他們也給了我很多的動力吧 給了我一些就是堅持下去的一些信心 覺得人生無時無刻不在養成 當你自己在走自己的路的時候 其實你也在養成你自己 所以說如果是大家在生活上 心靈上的成長的話 我覺得這個養成性是可以一直走下去的 為什麼不期待呢 誰沒有瓶頸氣啊 什麼都有瓶頸氣 就是走下去就行了 希望是一定要抱有的 沒有希望 大家都走得渾渾噩噩噩的 而且誰又能說得定呢 就跟我們的代表座椅一樣 誰又知道他在哪一天就會降臨呢 我只能說我現階段的想法吧 做自己想做的 不要怕走不常規的路 也不要怕別人對你的評價 不要全信別人的經驗 每個人的成功都是不可復制的 每個人他自己的想法都是 通過自己的每一件事積累起來的 大家不是都在說不要成為無聊的大人嗎 那天我看了那個電影 我愛你 其實就是倪大洪老師演的那個角色 我就覺得那就不應該叫無聊的大人 有趣是可以保持一輩子的事 紅珍也是可以保持一輩子的事 不是說一個年齡段就應該去做什麼樣的事情 只要你想 你在任何時間 你都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誰又規定了80歲學彈琴又算完了呢 說不定你發個視頻還會火呢 大男去做自己想做的 因為終點大家都是一樣的 但是我們要活一個過程 過程很重要 為自己而活吧